下面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独开部读解文 请同学们把四番道文化十二页 下期中に配置を見てください 那么次次读解文的标题是什么? 题目是什么呢? 是现代的饮食生活 现代的饮食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食生活は風土や生活水準 生活様式などと深い関係があります 这句话的意思是 饮食生活跟分土以及生活水平 生活方式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和什么什么有着密切的关系 何々と深い関係があります 这里的深い表示的是密切 要注意了 这句话还是比较简单的 下面我们继续来看下去 中国では20世紀80年代改革开放后の 経済行动成长期に入ると 個人の所得が著しく伸びて どの家庭もテレビや洗濯機などを使い 価値の負担が軽くなりました 这句话还挺长的 那么我们一般来看一下 中国では 是在中国说 这个电视範围 我是强调的 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後の 経済行動成長期に入ると それと 但是这个是有确定条件 意思就是说 在中国的20世紀20年代 进入改革开放后的 经济高速成长期 之后 自然呢 個人の所得が 著しく伸びて 当然 他的意思是 个人收入显著提高 在这里没有 著しく 要注意的 著しく 著しく 形容词 当形容词 叙述是后面动词的时候 当然是形容词 是一遍枯的 后面 どの家庭も テレビや洗濯機などを使い 就每一个家庭都使用电视机 洗衣机等等 どの家庭も 当然是特殊疑問词 加盟后面肯定 全盘肯定 这里面 ぜんたくきなどを使い 这个词代用的是 动词的连用型 衣型的中等 后面 家人の負担が 軽くなりました 意思是 家务負担减轻了 变得轻了 所以这整句话的意思是 在中国的20世紀80年代 进入改革开放后的 经济高速成长期之后 个人收入 显著提高 每个家庭都使用电视机 洗衣机典的 家务負担减轻了 那我们继续考察 こうした所得の伸びや 生活様式の変化は 食生活にも大きく影響し 人々の食べ物の量や質 そして食事についての 考え方を変えました 首先这句话的主意是 こうした所得の伸びや 生活様式の変化は 这句话的意思是 这样收入的增加 生活方式的变化 怎么样呢 食生活にも大きく影響し 意思也就说 对于饮食生活 有了很大的影響 また人々の食べ物の量や質 そして食事についての考え方を 変えました 这里有一个 你自意的 你自意的是 前向是后向的内容 暗议层中文 可以说 关于什么什么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 人们关于食物的质和量 以及对于饮食的看法 都发生了变化 或者我们可以自意为 人们改变了 关于什么什么的想法 也是可以的 这是自意 这里的你自意的 是做电语的 希望同学们也注意一下 答对吧 以前は米、肉、魚が中心の食事でしたが 现在では パン、人生品などが多くなりました 例えば当时举例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ビル 怎么样呢 以前は米、肉、魚が中心の食事でしたが 意思也就说 以前饮食是以大米和肉 余味中心的 以前は和食物 对比的 和什么对比就合 是后面一句话的 現在では的 現在对比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现在怎么样了呢 パン、農製品などが多くなりました 当然そうです 但是现在面包、炉製品增加了 我们继续看 また、人人生品がお茶よりコーヒー、紅茶、コーラ、ジュースなどを好み 食物や海中の他に ビールやウイスキー、ワインなどを好みでいます また、实际一部讲了 还有 什么呢 人人都が自主に 人の お茶よりコーリー、コーチャ、コーラ、ジュースなどを好み 意思也就说 人の 比起喝茶 更喜欢喝咖啡、红茶、可乐、橘子汁等等 在那后面 食物や海中の他に 这里面 何々の他に 名字加の他他に 表示 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意思也就说 除了绍兴酒、白酒之外 怎么样了呢 ビールやウイスキー、ワインなどを好みでいます 当然意思也就说 普遍喝啤酒、ウイスキー、红酒等等了 最近は 多く飲んでいます 很多都喝这些东西了 形容字 一遍哭 就是后面的动詞 继续 我们再来看后面一段了 特に 若者の食生活が大きく変わりました 意思也就说 尤其是 年轻人的饮食习惯 饮食生活 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大きく変わりました 那我们来看后面 コンビニエンスストアや ファミリー・レストラン ファラストフードなど 外食産具が急激に発展するとともに 若者の食生活の国際化が 厳重になりました 最近後面有一个地方 何々とともに 表示什么什么的同時 那什么的同時呢 当然是我们所说的 在便利店 家族餐餐馆 快餐食品等 餐餐餐餐业 也急速发展的同时 怎么样呢 若者の食生活の国際化が 厳重になりました 意思也就说 年轻人的 有时生活 国际化 也是非常的 显著了 明显了 都可以的 继续我们再看下去 このような 急激な変化の背景には 各家族化や 少子化が進んで 家族団団で 食事をする機会が 減っているという 原因があります このような 意思也就是 我们所说的 像这样的 急激な変化の背景には 意思也就是说 在这样的一种 急激变化 产生的背景里面 也有什么な 何々という 原因があります 就在最后 也有这么样的原因 什么样的原因呢 首先是 各家族化や 少子化が進んで 意思是 小家庭 少子化的 现象 越来越多 再看 家族団団で 食事する機会が 減っている 意思也就是说 一家团圆 吃饭的机会 越来越少 也有 这么样的 一些原因 当然 我们以为 也可以这样说 这种急激变化 产生的背景 和小家庭 少子化的 现象 越来越多 一家团圆 吃饭的机会 越来越少 有很大的 关系 好 同学们 那么到此呢 我们就把 读解一本 解释结束了 下面我们一起 把读解一本 来念一下 好吗 はい 先生 先生の あたり について 読んでください 現代の食生活 食生活は 封筒や生活水準 生活様式などと 深い関係があります 中国では 20世紀 80年代改革 開放後の 経済行動成長期に 入ると 個人の所得が 著しく伸びて どの家庭も テレビや 洗濯機などを 使い 家事の負担が 軽くなりました こうした 所得の伸びや 生活様式の 変化は 食生活にも 大きく影響し 人々の 食べ物の量や 質 そして 食事についての 考え方を 変えました 例えば 以前は 米 肉 魚が 中心の 食事でしたが 現在では パン 乳製品などが 多くなりました また 人々が お茶より コーヒー 紅茶 コーラ ジュースなどを 好み 商工酒や 海中の 他に ビールや ウイスキー ワインなどを 多く飲んでいます 特に 若者の 食生活が 大きく 変わりました コンビニエンスストアや ファミリーレストラン ファーストフードなど 外食産業が 急激に 発展するとともに 若者の 食生活の 国際化が 顕著になりました このような 急激な 変化の 背景には 各家族が や 少子化が 進んで 家族団案で 食事をする 機会が 減っている という 原因があります はい 読解文は これで終わりです 好 接下去 我们就来 看一下 ファンコンシュンヨンオ 功能用语 標題是 タズネル タズネル 如果 写成 寻找的 寻的 它表示的是 找 寻 或者是 打听 问的意思 如果 写成的是 一个 访问的 访的 タズネル 的话 它表示的意思 是 访问 这一定要注意一下 好 那么下面 我们就来看看 他们的对话 お名前は なんで おっしゃいますか 这句话 讲得 非常的客气 请问 您贵姓 在这里面的 おっしゃいますか 它是动词 おっしゃる 变过来的 おっしゃる 实际上 就是 以无的 尊敬语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下去 B怎么说 りと 申します 我姓李 申します 它是 mous 变过来的 那么 mous 实际上 就是 以无的 自谦语 说到 以无的 自谦语 除了 mos 之外 mous 申し上 也是的 好 继续我们再来看 A怎么说了 どちらに 住んで 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您 住在 何处 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动词 いらっしゃる 变过来的 在这个地方 这个 いらっしゃる 是 いる 的 尊敬语 本来是 住んで いますか 现在 这个 变成了 尊敬语 就变成了 住んで 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好 那么我们看看 B怎么说 住在人民公园附近 这句话还是一般的 对吧 好 继续 我们再看下去 人民公园 どういったらいいでしょうか 去人民公园 怎么走啊 どういったらいいでしょうか 我们也可以变成什么 どういけばいいでしょうか 因为有特殊疑问词的话 たらいいですか 或者是 ばいいですか 都可以用的 它表示的是 委婉的询问 好 那么我们看看B怎么说 18番のバスに乗ったらいいです 可以坐18路公共汽车 たらいいです ばいいです 都いいです 希望建议的时候 它们是一样的意思 在这里面就是 讲话人的一个希望 一个建议 就是说 我建议你坐18路公共汽车 途中 下面呢 跟老师来念一下 尋ねる お名前は何と おっしゃいますか リッと申します どちらに住んで 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人民公园 の近くに住んでいます 人民公园 へは どういったらいいでしょうか 18番のバスに 乗ったらいいです 好 那么我们的 功能用语 到此就结束了 みなさん 練習待ち感ですよ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下面呢 我们就要来通过练习 巩固一下 我们所学过的 单词语法 以及课文里面的一些内容 请同学们把书分到85页 85ページを見てください 練習練習 有六个大题 我们呢 有一些大题是要省略的 首先我们会把第一大题省略 这个大题我们就交给大家了 我相信同学们一定会做得很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进入第二大题 二 二 年号 二 在圈圈里面填入假名 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题 一 寿司等等中国人很少见的东西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填什么呢 我们想想看啊 名词后面是一个形容词 我们知道 体言加上一个に 后面一般用形容词形容动词 它所表达的意思是比较评价的基准 翻译成中文可以表示的是对于什么什么 那么这是符合的 中国竟是体言里的名词 めずし是一个形容词 那么我们就加一个に 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寿司等等呢 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很少见的吧 再来看第二题 田中先生是族语 留学生食堂里面 小礼 日本料理 ごちそうしました 他表示的是足语请客 那么田中先生请谁呢 这里是小礼 小礼是不是他请客的对象 对象应该用什么 に的 所以りさんに 请吃的是什么东西呢 是日本料理 是不是请客的内容啊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用お的 整句这样说 田中先生在留学生食堂里面 请小礼吃饭吃的是日本料理 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三句话 久しぶりに会ったのですから 食事何々しながら話しましょう 吃饭可以说食事をする 这里面呢 是一个圆圈的话 お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这里面有两个圆圈 お 就被demo取代了 这里的demo表示的是饭子 这一类的 好 继续 第四题 こちら何々 何が持っていきましょう 这句话呢 我记得我们在会話里面是出现的 他的意思是 我 这こちら当然是我这边了 对啊 我这里呢 何が持っていきましょう 也带点什么去吧 从我这边 从什么什么当然是から 那么还有一个圈圈 我们选一个mode 从我这里也带点什么去吧 こちらからも 何が持っていきましょう 好 接下去 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五题 このお寿司はなかなかいい味 何々しますね 这句话的意思是 这种寿司 或者这个寿司呢 好味道 后面是しますね 对吧 从前面就要想一想 何々する 前面要么用お 要么用に 要么用が 用お的话 一般用おしている 比较多一点 对吧 他表示的是 显出某种样子 神情 或者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在这里面好像不对的 他是做好的味道 有的同学会说 那我用にする 可以吗 如果是にする的话 他表示的是 从很多项里面 选择一项 所以这个也不对 我们不能说 选定非常好的味道 是吧 寿司你已经选定了 就这个寿司呀 所以呢 我们还有一个 がする がする 是感官名字 加上一个がする 表示的是 感觉 怎么怎么样 所以这句话 是不是感觉到 有一个非常好的味道啊 这句话 用がしますね 就对了 整句话 我们可以这样说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第六题 日本人の 现代の食生活も 大きく変わりました 日本人的饮食生活呢 也大大的改变了 米と魚 何々 中心何々 食生活から 断断 パン 肉 牛製品 などに 変わっているようです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后半句话 是什么意思 米 鱼 中心 这样的饮食生活 ガラ 是从 对吧 从米 鱼 什么什么中心的 饮食生活呢 渐渐的变成了 面包 肉 卤製品 等等 这里的yo 就是推测 对吧 你可以说 好像 怎么怎么样 有同学会说 为什么是 変わっているようです 前面用的是 你呢 这里的你 同学们要划好的 它表示的是 结果 动作 作用的结果 还记得吗 就是变成了 什么什么 看一下 到底填空里面 应该填什么呢 米 鱼 中心 饮食生活 当然是 以 米 鱼 为 中心 的 也就是说 把这些东西 作为中心的 什么什么的 可以这样说 米 と 魚 を 是不是 你可以用个 お呀 同学吗 把什么什么 作为 作为的话 是不是 どうする啊 你可以说 米と魚 を 中心 とする 对吧 但是在这里面呢 最好用的是 どうした 因为过去是 他 做定语的时候呢 可以表示的是 两点意思 第一点呢 表示的是 纯粹的过去 第二点呢 可以表示的是 状态的持续 也相当于就是 何々 这里面呢 我们用 どうした 比较好 因为他讲的是 过去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 从过去 把米 和鱼 作为中心的 饮食生活这边呢 现在渐渐的 好像变成了什么 面包啊 肉啊 卤制品啊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里当然很简单 首先我们看 子供たちも大きくなり 意思是 孩子们也长大了 自分の部屋が 必要だと思って 我认为 他们也需要 自己的房间了 客人も 什么什么 子供部屋 什么什么 しました 是不是现在要把客厅 变成孩子们的房间啊 所以是 客人を 子供部屋 にしました 这是人为的 变化 把什么什么 变成什么什么 所以客人后面是 子供部屋 后面是一个什么 好 继续我们再来 看下去 第八题 面白そうな映画が 啊 何々 また一緒に 見に行きましょう 这个啊 肯定是ある 对吧 有 看上去 很好看的 很有趣的电影 また一緒に 見に行きましょう 我们再一起去吧 现在是劝别人和自己一起看某书了 而且用了一个 mata 所以 这里面应该填的是dara 为什么dara呢 dara 它的意思是假定行为状态的玩料 也就是说假定有了什么什么 我们再一起去好吗 所以我们这里面最好用dara 我们再来看一下 原本呢 这个单词是ar 现在变成了ar一个初音 接dara的话 动词应该用动词的 连用型 二型来接的 所以甜的就应该是dara 整句话我们可以这样说 面白そうな映画があったら また一緒に見に行きましょう 下面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九题 私が知らない何々 李さんは日本語が ずいぶん上手になりました 他说的是 我不知道怎么怎么样 小李呢 日语是不是相当的好了 那么这里面应该用 他表示的是 在前述情况状态 还没有发生变化的时间范围内 就怎么怎么样了 也就是在我还不知道的 这个时间范围内 他的日语就已经非常的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第十题 日本で生活何々うちに お寿司が好きになりました 他的意思是 在日本生活 うちに怎么样 喜欢起寿司来了 这里有うちに的 うちに第一点 表示的就是 蹭着什么什么 表示是前述情况状态 会发生变化的时间范围内 去做某一个事情 他前向呢 一般用形容词 形容动词 或者动词的未来形 一形加一个nai 这种形式比较多 而他的第二点意思呢 表示的是 在某种动作行为 进行的过程中 不知不觉的 出现了视线未料到的 其他情况 这个时候 他前向一般接的是 动词的连用形二形 加上一个deiru 第三点呢 他表示的是 在某时间距离场所的 范围之内 什么什么ね 为什么想想 这里面我们应该用什么呀 第二点 对吧 这里讲的是 在日本生活着生活着 哎 就慢慢的喜欢吃寿司了 这里的填空呢 应该填成什么 生活している 对吗 整句话我们可以这样说 日本で生活しているうちに お寿司が好きになりました 下面我们来看词一题 部屋代理が 他が何々たら 私はその部屋を借りません 这个たら一放进去 我们就知道了 应该翻成 如果什么什么的话 たら放在动词的后面呢 翻译成什么什么之后 放在动词以外的词的后面呢 一般翻译成 如果什么什么的话 就什么什么 那么たか也是个形容词啊 形容词如何加たら 当然形容词是一遍がったら 是不是这样的 が后面有个初音的 对吧 所以这句话我们可以这样说 部屋代理が高かったら 私はその部屋を借りません 如果房间的费用 也就是房租很贵的话 那么我就不借那个房子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12题 その部屋が何々たら そこで仕事をします 那徒学们 这个又是たら 是不是很简单的 我们说过形容词是一遍がったら的 那么形容动词呢 当然是词干加た 后面一个初音再加一个たら 所以呢 这句话我们可以这样填进去 その部屋が静かだったら そこで仕事をします 下面我们来看看13题 彼女が病気何々たら 私たちは旅行をやめましょう 名词是如何加たら的 名词和形容动词是一样的 形容动词是词干加たったら 名词是直接加たったら 这句话我们可以这样说 彼女が病気だったら 私たちは旅行をやめましょう 如果他生病的话 那么我们就取消旅行吧 好 下面我们来看最后一题 14题 もう少し料理を何になりましょう 少微菜 后面是什么什么吧 当然是再点一点菜吧 是吧 那么图书们想想 点菜我们可以用注文する 但是呢 ましょう 前面只有两个圈圈 那这个时候我们注文不行的 注文加了之后 后面还要加个吸的呀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用料理を取る 对吧 就是点料理的意思 所以这句话我们可以这样说 もう少し料理を取りましょう 它的意思是 我们再少微点点菜吧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做一下第三大题 例のように置き換えなさい 仿造例句来改变他们的位置 看我们的例 ここは買い物に便利です 这里呢 买东西很方便 这个に 它表示的是比较平价的基准 翻译成中文是对于什么什么 这里呢 有五题 我们都一一的来看一下 首先 他给我们的是 私 この辺の塵 还有是明るい 私は この辺の塵に明るいです 它的意思是 我对于这一代的地理是非常的明朗的清楚的 好 这个句子要注意一下 我们生活中也会用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题 那位老师对于学生非常的严厉 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三题 あの人 あの人 あの人はお酒に弱いです 那个人呢 不擅长喝酒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第四题 食べ過ぎ 体 よくない 食べ過ぎは体によくないです 吃的过多 对身体不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五题 私の家 学校近い 这句话我们可以这样说 私の家は学校に近いです 我的家离学校很近 好 那么到此 第三大题也就做结束了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第四大题 例のように言い変えなさい 仿造例句改变它的说法 下面呢 我们就来一一的分析一下例题 然后呢 从各个例题里面呢 我们学两小题来做 好 首先看一下第一例题 食事を一緒に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这句话他要求我们改成 食事でも一緒に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就是说这句话里面把を 换成了でも 这个でも他表示的是贩字 他给人选择的余地 比较委婉的一种说法 翻译成中文可以说什么什么之类 或者或是什么什么 譬如什么什么都可以的 他的接续我们同学也要注意的 首先提言可以直接加demo的 数词呢 也可以跟demo重叠使用 但是呢 o和na是不行的 如果碰到o或者na的话 demo要去取代o或者na 我们首先把这两句话来翻译一下 他第一句话讲的是 我想我们一起吃顿饭吧 方面呢 食事でも一緒に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想我们一起吃顿饭之类的吧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第一题 李さんは朝からのどが痛いのですが 風邪をひいたのでしょう 小李呢 从早晨开始 喉嚨就很疼了 他是感冒了吧 这句话呢 我们可以这样改 李さんは朝からのどが痛いのですが 風邪でもひいたのでしょう 就是说 小李从早晨开始和容就疼了 他是感冒之类的了吧 好 下面啊 我们再来做第二题 日曜日 你一緒に映画を見に行きませんか 平起天 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好吗 这句话可以这样说 日曜日 你一緒に映画でも を見に行きませんが 好 剩下的三四五 就交给同学们自己做了 下面就来看一下 例题二 田中さんにあいます よろしくお伝えください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 碰到田中先生 请代我问好 他叫我们改的是什么呢 田中さんにあったら よろしくお伝えください 如果你碰到田中先生的话 请代我问好 たら要注意的 首先它的接续是很重要的 动词是用动词连用型 二型加たら 形容词是一遍がったら 形容动词是词干加たったら 名词也是加たったら 我们来做一下第一题第二题 疲れます 很累 少し休んでください 请稍微休息一下 这句话我们可以这样说 疲れたら少し休んでください 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题 お腹がすきます 何が食べましょう 可以这样改 お腹がすいたら何が食べましょう 如果肚子饿了的话 那我们就吃点什么吧 好 那么剩下的几题呢 我们同学自己做了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三例题 日本人は日本酒が好きです 叫我们改成什么呢 日本人は必ず心魔 日本酒が好きだとは限りません 日本人呢 未必喜欢喝日本酒 这里的必ず心魔 它是一个副词 它是修饰一个句型 叫 どうは限りません どうは限りません 接着是简体 或者体言也直接可以加上 どうは限りません 它所表达的意思是 对前述事项 有保留的肯定或否定 翻译成中文 可以说 未必怎么怎么样 不一定怎么怎么样 下面我们就来看第一题 値段の高いものは良いものです 价格贵的东西呢 是好东西 现在我们要改的肯定是说 价格贵的东西 未必是好的东西 所以这句话 我可以这样说 値段の高いものは 必ずしもいいものだとは限りません 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题 やり方が同じであっても 結果は同じです 这句话本身就有问题 所以我们要把它改成 什么 どうは限りません 它的意思就是 即使做法是相同的 结果也未必相同 这个同じ要注意的 同じ呢 它可以是个连体词 后面可以直接接体验 同时呢 同じ也是一个形容动词 在这里不可能是连体词的 为什么呢 连体词它后面 必须要接名词的呀 所以这句话 我们可以这样改 やり方が同じであっても 結果は必ずしも 同じだとは限りません 即使做法是相同的 结果也未必是相同的 好 那么同学们 我们第三例题 一二就做到这里了 三四五 同学们就要自己做了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例题是 冷めない もっとたくさん めしあがってください 它的意思是 不冷 请再多吃一点 这句话我可以改成什么呢 冷めないうちに もっとたくさん めしあがってください 趁着没有冷 请再多吃一点 这里的うちに 所表达的意思是 在前述情况 状态 未发生变化的时间范围内 去做某一个动作 翻译成中文 可以说趁着什么什么 它们的接续不要忘记 一般是形容词 加うちに 形容动词 当然也可以加うちに 形容动词 要词干加な的 动词也可以 动词一般用未然形 一形 加上ない 可以加うちに 看一下第一题 わがい 是年轻的意思 いろいろ体験をしたほうがいいです 我们要改的当然是 趁着年轻 还是多体验一点的好 可以这样说 わがいうちに いろいろ体験をしたほうがいいです 好 第二题 我们来看一下 元気 世界一周旅行がしたいです 那么同学们 这一题该怎么做呢 当然很简单 我们可以说 元気なうちに 世界一周旅行がしたいです 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 趁着年轻啊 我想进行世界旅游 或者我们可以说 环游世界 来注意一下 好 下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第三题 雨が降らない 急いで帰ってきなさい 那么这一题怎么做呢 很简单 我们可以说 雨が降らないうちに 急いで帰ってきなさい 趁着没有下雨 请赶快回来 剩下的同学们 就自己做了 接下去 看一下第五例题 作っている 餃子の作り方を覚えた 改成的句子是 作っているうちに 餃子の作り方を覚えました 这句话里面 加了一个うちに 后面呢 覚えた 变成了进题 覚えました 同学们要注意的地方是 这里的うちに 前面用了一个 何々でいる 何々でいる 加了うちに 它所表示的是 在某种动作 行为进行的过程中 不知不觉 出现了 事先未料到的 其他情况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第一小题 いろいろ話し合う 互相说话 谈论 では 后面是 他がいに理解した 互相理解 这句话 可以这样说 いろいろ話し合っているうちに 他がいに理解しました そう啊 这个过程中 不知不觉的 互相就理解了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题 お母さんの帰りを待つ 等待母亲回家 寝てしまった 睡着了 这句话 我们就可以这样说 但母亲回家 だがだが 不知不觉的 就睡着了 お母さんの帰りを 待っているうちに 寝てしまいました 剩下的 三四五 同学们 要自己回去 好好的做了 继续 我们来看一下 例六 看看例六 的文字是什么 啊 喉が渇きました 口吼的文字是 ビールでも飲む 那么 后面呢 他组成的一句话 是这样的 ビールでも 飲んだら どうですか 首先 例里面上面一句话 啊 喉が渇きました 当然是 啊 我嘴巴很干了 後面 ビールでも飲む 那么 组成的一句话 是 ビールでも 飲んだら どうですか 意思是 喝啤酒 怎么样啊 这里的でも 实际上是 贩子这一类的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 他给我们五小题 首先 我们看第一题 啊 疲れました コーヒーでも 飲んで休む 那么 这一题怎么做呢 最主要就是 用的是 たらどう 这样一个句型 对啊 那么 我们可以这样说 コーヒーでも 飲んで 休んだら どうですか 意思是 喝点咖啡之类的 休息一下 怎么样 挺简单的 继续摸了看你 この薬は ちょっと古いですね 今日我们 的是 新しいのを買う 意思就是说 哎呀 这个药 有点 时间久了 那么 后面是 新しいのを買う 当然是 买新的 这里的 是个形式体员 是 新しい薬 是不见的 那么 我们的这一题 可以怎样做呢 当然很简单 我们可以说 新しいのを 買ったらどうですか 意思是 买新的药 如何 好 继续再看第三题 この服は 私には 大きいんです 後面 おにいさんに あげる 首先 この服は 私には 大きいんです 意思是 这件衣服 我穿了 挺大的 那么 おにいさんに あげる 回去 做好 同学们 要自己 做 做好 之后 下一次 我们上课 的时候 一起来 对一下 看看 同学们 是否 做对了 这个大题 可是 很重要的 我们的练习 就到此 结束了 はい 練習は これで 終わりです みなさん 練習待ち感 ですよ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我们第四课 也就结束了 第四课 これで 終わりです みなさん 頑張ってください